第291章 历代第一 呼呼 混沌般的空间中 一缕缕黄色的太初气四处飘荡 充斥着玄傲的气息 而在某处 只见得无数玄黄气流席卷而来 最后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龙卷风暴 整个风暴内都是雄魂的太初气 在风暴最中央的位置 周园的神魂凌空而立 不断地移动 四处掠取着太初气 太初天有九重 而此时的周园 因为踏入了太初静二重天 所以也是处于了第二重太初天 这里所蕴含的太初气 显然比第一重太初天更浓郁 所以 周园搬运而来的太初气 也远比以往更多 这太初炎与太古仆倒也是厉害 竟然能够令我的神魂 增幅如此之多 周园在四处搬运着太初气时 也是在感应着神魂的消耗 而他察觉到 以往这个时候 他应该已经接近极限 可如今 却依旧还显得游刃有余 显然 这是拿太初炎与太古仆的作用 这让得他颇为的感叹 不愧是苍玄宗 底蕴雄厚 连如此修炼一宝 都是能够用来给诸多弟子辅助修炼 这若是放在他们苍茫大陆 必然是大王朝 大家族中深藏的宝贝 当初第一次搬运太初气时 持续了两千多息 之后渐渐熟练 能够达到三千息 但这都只是我神魂突破到十境之前 而突破十境后 每次搬运 我都能够持续四千息 而此次 再借助太初炎与太古仆 或许能够达到五千息 想到此 周元心头便是有着欣喜涌出来 因为越到后面 每一息所带来的太初气 都将会更为的雄厚 同时也对神魂的消耗更大 而太初炎与太古仆 竟然帮周元提升了足足一千息 可见雌宝的厉害 这无疑将会大大的提升周元的修炼速度 心中欢喜 周元神魂之力也是不断地散发 迅速地将一缕缕环气流吸引而来 如此不知不觉间 又是许久过去 某一刻时 周元终于是察觉到 神魂深处传来了一丝虚弱 消耗太大所产生 显然 这一次他即将抵达极限 而此时 周元神魂周围 玄黄气流所形成的风暴 又是壮大了数分 周元望着那玄黄风暴 倒是颇感满意 然后就打算退出太初天 不过就在他刚欲退出时 心头忽然一动 太初炎与太古仆 既然能够辅助神魂 那圣魂精呢 此物对于神魂 可也算是至宝 以往的周元 倒是并未往这方面想 但如今瞧得太初炎与太古仆 心中却是觉得他或许太小瞧了一些圣魂精 周元心绪波动 片刻后便是打算试一试 于是 他心念一动 开始感应着圣魂精 短短熟悉后 周元心中猛地一跳 再然后 他便是感觉到 似乎有着一点圣光 自其神魂中冉冉升起 最后直接悬浮到了其神魂头顶上方 圣光之中 只见得一颗呈现乳白色的水晶球 缓缓地旋转着 圣光自其中倾洒下来 落在了周元神魂上 顿时他就察觉到原本枯竭的神魂 在一点点地恢复着 竟然真的有效 圣魂精也能够带到这太初天中 周元大喜 若是早知如此 他的修炼速度定可再快一些 感受着神魂有所恢复 周元再不怠慢 继续出手搬运着太初气 而在圣魂精的帮助下 周元再度坚持了许久 方才感觉到 神魂中散发出深深的疲惫 这是彻底到了极限 就连圣魂精都难以恢复 他神魂一扫 望着周身那巨大的玄黄风暴 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心念一动 神魂便是携带着风暴呼啸而下 顺着与肉身间牵引 不断地落下 大殿内 此时诸多弟子都已完成了修炼 而一些新弟子 则是兴奋地不断窃窃私欲 显然体验到了太初言与太古仆的好处 与外山相比 内山的待遇 的确远远地将其超过 而在那众多窃窃私欲声中 忽然有人见到周元依旧紧闭着双目 然后便是有些震惊起来 因为后者的时间持续地有些太久了 这周元怎么还在修炼 他在太初天中能够待这么久 怎么可能 没见到连周太大师兄他们 都已经结束修炼了吗 诸多弟子惊疑不定 特别是那些老弟子 看向周元的眼中充满着怀疑 毕竟 子代弟子中 可是有两位的神魂达到了虚境大圆满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是早早地完成了修炼 曹师也是睁开了眼睛 冷眼看向闭目的周元 淡淡地道 咱们这位新任经代第三席 倒是会演戏 显然 他是认为周元故意装作还在修炼中 如此作为 实在是有些哗众取宠 其他弟子一听 也是忍不住的一笑 这周元 不会真的这么幼稚吧 在那最前方的数位子代弟子 也是眼神疑惑地看来 这一次 即便是周太 都是有些惊异不定 毕竟周元持续的时间 实在是太久了 尽商 不过在他们吵闹间 最高处的沈泰渊 忽然低吓出声 众多弟子一证 看向沈泰渊 却是见到此时的后者 眼神灼灼地盯着周元 这让他们忍不住的一惊 沈泰渊的实力 远远地超越了他们 莫非是察觉到了什么 难道 这个周元 竟然还真的能够在太初天中坚持这么久 他们有些难以置信地 望着周元的身影 嗡嗡 而就在他们惊异间 忽然周元上方的空间震动起来 再然后 众多弟子便是见到一道道玄黄气流 从天而降 将周元的身形笼罩而静 源源不断地落下来 玄黄气流一碰到周元的身躯 便是融入了进去 涌入气府 与气府相融 而诸多弟子便是睁大着眼睛 死死地盯着 计算着玄黄气流降落的时间 一百息 五百息 一千息 两千息 不知不觉 便是持续了三千息的时间 而此时诸多老弟子 面色都有些震动起来 因为三千息 就算大多数的金带弟子 都无法做到 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基本就那几位的子带弟子 曹石原本布满着冷笑的脸庞 也是微微地有些难看 因为他们都发现 即便是到了三千息 周元头顶上方的玄黄气流 依旧没有半点的疲态 在众人 那震惊的目光中 玄黄气流依旧在落下 三千五百息 四千息 五千息 当持续到五千息的时候 大殿内终于是震动起来 诸多弟子倒吸着冷气 眼睛不由自主地 投向了大殿的墙壁 在那太初壁上 五千息 已经能够进入历代前十了 这些年来 可从未有过弟子 在第一次借助太初炎 太古朴石突破到五千息 最高位置上 沈太渊那古板的苍老面旁 也是在此时微微颤动了一下 眼睛死死地盯着周元 因为 玄黄气流 还在一缕缕地降落 太初壁前三 第一次借助太初壁石 乃是五千八百多息 这三人当时的神魂 都是踏入了实境 看如今的模样 周元的神魂 应该也是达到了这个程度 只是不知能否追上那三人 在沈太渊紧张地注视下 玄黄气流飞快地降落 时间流逝 五千三百息 五千五百息 五千八百息 当抵达时 大殿内再度一片死寂 唯有着粗重的呼吸声 在不断地响起 因为他们都见到 玄黄气流还在降落 最终超越了五千八百息 停载了六千七百四十三息 这个数字 不仅超越了 那太初壁排名第一的记录 甚至还超越了将近一千 所有人都是一头冷汗 骇然地望着周元的身影 即便是那曹诗 都是神情凝固 眼中残留着惊骇 高位上 沈太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望着周元的眼神 灼热无比 他的身体颤抖着 男男道 我圣元峰 难道真要再度崛起了吗 第二百九十二章 匪夷所思 大殿内 一片寂静 所有的目光 都是带着一丝难以置信地 望着周元的身影 显然所有人都被那六千多息的 时间所震撼 六千七百多息啊 要知道 就算是圣元峰历代的弟子中 第一次借助太初炎 太古仆修炼时 最为优秀的弟子 也只是五千八百息 而周元 却是在这个记录上 再度超出了将近一千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所有人都是感到匪夷所思 甚至连周太 张眼这些子代弟子 都是面露金融 他们都很清楚 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 最起码在太初境 周元的修炼速度 将会远超他们 因为他一次搬运 而回的太初气 是他们的数倍之多 周元师弟 果然异于常人 难怪沈师如此看重他 周太有些欣慰 他的性子温和耿直 倒未曾因为周元 展现出来的潜力 感到什么威胁 反而因为他们圣元峰 出现了如此天赋的弟子 而欣喜 不过 显然也并非是所有弟子 都是如此心思 最起码 此时那曹师 正面色阴晴不定地 盯着周元的身影 他对于圣元峰 如今在苍玄宗的尴尬处境 并没有任何的想法 在他看来 那是沈师等长老应该考虑的事 跟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反正他只是一个 经代弟子而已 但周元的到来 却是令得他的利益 与地位受到了威胁 不仅看重的金元洞府 被赐给了周元 甚至连属于他的 经代弟子第三席的席位 都是被周元所占 这显然就让得他 极为的愤怒了 在他看来 不管周元天赋多好 是否具备着潜力 但他毕竟只是新来的弟子 怎么就有资格 爬到他的头上去了 当然 这更多的 也是一种嫉妒般的心态 他在圣元峰攀爬这么多年 方才一步步地 从普通内山弟子 达到如今的地步 费尽艰辛 可周元呢 刚进入内山 便是一步登天 这让得他如何能平衡 这世间上 总是有人不会审视自身 而且 此时周围的诸多弟子 也是在用怪异的目光 看向曹师 毕竟先前还是他在带头嘲讽 但哪料到周元反身 便是一记狠狠的反击 打得他头晕眼花 在那种目光下 曹师的眼神 显得有些阴沉 显然是感到极为的羞怒 他本还想再说点什么挽回场面 但最终还是将话吞了下去 只是冷冷地望着周元的身影 咬牙按道 小子 就让你再得意一下 五天后 我自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规矩 周元搬运而回的太初气 也的确是让他感到震惊 不过 那又如何呢 现在的周元 毕竟只是太初进二重天而已 而他曹师 却是太初进五重天中的好手 他们之间 有着巨大的差距 所以 曹师也打算让周元明白 潜力再好 那也只是潜力而已 但现在 周元还并没有与他叫板的资格 你潜力再好 那也得等你将潜力化为实力再说 而如今嘛 还是先老实一些 在那诸多震撼目光的汇聚下 周元也是睁开了双眸 他感应着气腑 气腑内 元气充盈 特别是在其中 一颗颗的元气星辰 闪烁着光芒 散发着奇特的波动 如今周元气腑中的元气星辰 已是高达四百多颗 远比当初刚突破到太出镜时更多 而先前那一次搬运太出气 直接是令得他体内的元气星辰 多了将近十克 可见此次的修炼效率之高 周元眼中浮现出一抹满意的效益 按照他的估计 这般速度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他便是能够顺利地突破到太出镜三重天 此番修炼 搬运而回的太出气 持续了六千七百多息 正常来算 就算是有着太出炎与太古仆 我应该也只能达到六千息左右 而这多余出来的七百多息 应该是圣魂经的作用 周元有些惊叹 没想到圣魂经还有着这般作用 以前的他倒是忽略了 如今看来 圣魂经显然是不逊色于太出炎 太古仆的修炼之宝 按耐下心中的情绪 周元抬起头 然后便是瞧得了那些 还残留着震惊的诸多目光 他的神色对此倒是颇为的平静 毕竟这种情况之前在外山时 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同时如今的他也知晓 这六千多息代表着什么 大殿内 安静也是渐渐地散去 诸多弟子视线与周元一碰 不过这一次 即便是那些老弟子 眼中都是少了一些审视 之前他们对周元质疑 只是觉得 他值不得沈太渊那种重视而已 但如今 周元最起码展现了一些潜力 虽说搬运太出气 并不能决定一切 但至少 也说明了 周元的确是有些与众不同的能耐 周元 你做得很不错 与此同时 有着一道声音传来 众多弟子看去 只见得那沈太渊正 目光灼灼地望着周元 他那原本不苟言笑的古板面庞 也是在此时 浮现了一抹极为难得的笑意 显然 先前周元的表现 也是让得他极为的满意 另外 也恭喜你刷新了 圣元峰历代弟子 第一次借助太出岩 太古仆 搬运太出气的记录 沈太渊笑着指向垫臂 只见得那里 有着光芒浮现 而原本排名第一的位置 竟是出现了一排字体 周元 6743C 周元也是有些讶异 没想到一不小心 竟然就破了记录 不过你也莫要以此自傲 这种记录 只是一种小小激励 并不能证明长久之事 所以往后修炼 依旧要勤勉努力 沈太渊生怕周元得意忘形 立即敲打道 弟子知晓 周元笑了笑 对于这种记录 他只是一笑置之 因为他很清楚 这种记录 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毕竟不是搬运的太出气多 未来成就变越大 修炼之道 想要勇猛精进 还是得勤勉苦修 日积月累 以待后积勃发 沈太渊点点头 看着周元越看越满意 真是天不觉 他们胜元风 在如此凄惨的时刻 又是迎来了一个 天赋惊艳的弟子 不过旋即 他便是想起了 周元与曹师五日后的约战 微微犹豫 再读道 你的潜力极高 其实没必要争在一时 然而他的话刚落 曹师目光一闪 呼道 沈师放心 就算是周元师弟五日后输了 以后那紫园洞府 若是能够落到我们一脉 只要其他师兄弟没有意义 弟子也愿意退出 让与周元师弟 他这大意凛然的话一出 倒是惹得诸多弟子 目光惊异地看来 显然没想到 之前屡屡针对周元的曹师 竟会选择让步 不过 他这一让 却是让得一些老弟子 眉头微皱了皱 似是觉得沈师对曹师有些不公 这让他们有点 吐死狐悲的感觉 一时间 不由得对周元 也是生出一丝微辞 毕竟在很多弟子看来 周元得到的好处 已经很多了 而那些很多好处 都是从他们这些老弟子 手中分离出去的 周元冷眼地望着 那曹师大意凛然的表演 却是洞穿了这家伙的心思 无非便是以退为进 引起其他弟子的同情 继而对他产生意见 眼下来看 倒是有些效果 毕竟此时的他的 的确没有什么声望 无法服众 于是 他摇了摇头 道 沈师既然约定一下 自然无可更改 不然弟子日后 如何立足 他也懒得理会 曹师的那些小手段 因为这一切 都没有多少的作用 只要五日后的 比事如约举行 到时候 周元自会让着曹师知晓 什么叫做绝望 沈太元闻言 也就不再多说 只能点点头 那就如此吧 今日早课结束 各自散去吧 诸多弟子纷纷应试 曹师也是弯身抱拳 只是在其低头时 眼角余光扫过了周元 嘴角有着一抹冷笑掀起 小子 有潜力又如何 最起码现在 我要收拾你 依旧易如反掌 五日之后 待你败在我手时 我倒是要看看 沈师以及其他弟子 会对你如何失望 第二百九十三章 两脉反应 球到电 三脉各占一天 所以当第二日 吕松一脉开始早课的时候 所有弟子 都是见到了那太初毕 上面的变化 于是 就连吕松长老在内的 所有人都是正正地看了半天 六千七百四十三息 吕松长老惊叹的摇摇头 这个叫做周元的弟子 还真是能搞事啊 这才第一天 就直接搞了件大事出来 在那下方紫色蒲团第一位 正是那吕燕 他此时望着太出臂 冷傲的翘脸上 也是布满着惊讶 忍不住地道 这个家伙 倒还真是有些本事 一旁有着弟子笑道 听说周元自告奋勇 打算成为一个月后 动势的三位出阵者之一 吕燕一愣 旋即红唇便是一撇 不屑地道 刚刚还觉得他有点本事 怎么一下子 他就被冲昏了头脑 一点天高地厚都不知晓了 周元这六千多夕 的确挺唬人的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这顶多便是说明 周元在太出境的修炼速度 或许会快一些 但要知道 增快修炼速度的宝贝还很多 别人或许这上面不及他 但说不定 能够从其他的地方增不回来 所以 搬运太出气的多少 只能说明 周元的确并不是庸人 可这却并不是 周元能够得意忘形的资本 而在吕燕看来 现在的周元 就有些得意忘形了 毕竟不管你搬运了多少太出气 现在的你 也不过只是太出境二重天 可参与动视的 都是什么人 那都是两脉中 最为出色的金带弟子 那是太出境五重天中的佼佼者 而周元不够 只是太出境二重天 即便他在选山大典上 剩了四重天的陆峰 可要知道 即便是后者进了内山 恐怕短时间都没胆子 去插手这种争斗 所以 在吕燕看来 周元的这种行为 实在是太过得意忘形 的确 那名弟子 也是赞同的点点头 道 据说沈长老那一脉的 诸多老弟子 也对此不满 特别是曹师 因为周元顶替的 就是他的名额 曹师吗 倒是听过 有些本事 吕燕道 而最后周元执意 所以就与曹师定了约战 四天后较量一场 谁胜了 便顶替那出阵的名额 我觉得 应该是那座紫园洞府 最后的归属出现了争执 即便沈长老看好周元 但却引来了不少弟子的反对 所以 周元只能硬着头皮上去 因为按照规矩 只有参与了出战的人 才有资格分配紫园洞府 吕燕道 这次的动势 沈长老一脉本就 胜算不高 眼下这周元 还跑出来拖后腿 就这样 还指望着紫园洞府 旁边的弟子便笑道 或许是抱着侥幸 毕竟还有两人在前面顶着 若是他们赢了 就算周元输了 也算是胜利了 吕燕柳眉猝着 道 若是如此的话 那这家伙 也实在是太无耻了 他摇着头 先前对周元 那六千多夕造成的惊叹 便是彻底地散去了 看来将这周元 推给沈长老一脉 倒是好事 不然的话 如今被人看好戏的 就是我们一脉了 也罢 反正丢脸的都是他们一脉 随他们折腾去吧 说到此处 他有些庆幸地 拍了拍丰满的胸脯 唯一见晃荡 第三日 轮到陆洪一脉 来到球道店早客 陆洪只是看了一眼 那太初碧 便是收回了目光 陆洪的弟子也是悄悄地看了看 但也没做多少的讨论 显然已是有所知晓 在那陆洪下方 子带弟子第一位 便是那位名为元洪的男子 他身材高壮 隐隐地给人一种 如山般的压迫感 陆洪目光掠过下方 淡淡地道 魏幽玄 冯宇 成英 弟子在 听到陆洪开口 下方金色蒲团最靠前处 三位青年立即攻声应道 此次动势 有你三人出阵 可有信心 陆洪诞生道 在那金带弟子守卫 一身悬疑的魏幽玄 微微一笑 道 陆师放心 沈长老一脉的金带弟子 不足为惧 他顿了顿 道 道是那个周园 听说要和曹氏争夺最后的出阵位置 对此此人 我们倒是并不熟悉 跳梁小丑而已 不用过多理会 沈太渊他们自己要来丢人 那就让他们丢个够 陆洪语气平淡 魏幽玄点点头 陆洪说完 便是对此不再过多关注 目光看向那袁洪 神色微幻 道 袁洪 年底便是圣元峰守协之争 你定不可失手 袁洪睁开眼目 眼中有着灵力地光泽在涌动 仿佛是蕴含着剑光一般 他微微点头 道 陆师放心 其余两脉 无非便是周太渔旅焉 他们虽有些实力 但却非我之敌 道是守协之位 非我莫属 他言语平淡 但却是蕴含着 无庸置疑般的自信 陆洪满意的一笑 道 那就好 等你成为首席弟子时 便有资格修行七术之一的 太玄圣灵术 未来说不得 连那十大圣子 也是有资格竞争一下 提起那十大圣子 袁洪的眼中的光芒 方才变得明亮了一下 似是有着火焰在燃烧 在他看来 圣元峰的首席弟子 不过是他手到擒来之物 根本没有多少的压力 因为其他两脉 实在太过无能 门下的弟子 也是普普通通 唯一能够勉强拿出手的 便是吕燕与周太 可这对他 却无法形成多大的威胁 他会愿意跟随陆洪 来到圣元峰 所谓的 便是成为圣元峰首席弟子 因为这能够得到 修炼七术之一的 太玄圣灵术的资格 他在剑来峰中卖弟子间 只能排名第三 不提第一的孔圣 即便是那第二 也是强塌一线 始终将其压制 未来即便是孔圣 从十大圣子的位置 退了下来 想必也是 排名第二的那个家伙 顶替上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 凌军峰主更看重那个家伙 所以如果他留在剑来峰 剑来峰的那一道阵峰之术 必然是轮不到他的 袁洪眼神微锤 眼中掠过一抹不甘 等我日后成为 圣元峰的首席弟子 修成太玄圣灵术 登上十大圣子之位时 凌军峰主 你们便会知晓 我袁洪 可不比任何人弱 第二百九十四章 准备 洞府深处 一望全眼中 有着源源不断的 精纯元气涌出来 化为淡淡的雾气 正是怨龙毒 自从当日 周元将武皇体内的 圣龙之气夺回大半后 无疑也是令得 他体内的怨龙毒随之壮大 此时的周元 已是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他体内的怨龙毒 更为的霸道 强悍 怨龙毒每三年 就会爆发一次 如今距离三年之期 倒是很近了 周元有些感叹 不知不觉间 竟已是将近三年过去了 上一次怨龙毒爆发的时候 周元连体内八脉都未曾打通 然而现在的他 却已踏足太出境 若是放在他们大洲王朝 甚至足以成为 震慑一方的强者了 不过他在成长的时候 体内的怨龙毒 显然也经非细比 这东西 在未曾彻底控制前 始终都是个极大的隐患 看来得想个办法 彻底将这怨龙毒 化为急用才是 周元摸了摸掌心 自语道 怨龙毒中蕴含着圣龙之气 如果周元没办法 将其彻底收服 那他也无法将其玄妙发挥出来 所以 若是能成的话 必然会是 他手中的一个大杀器 沉吟了片刻 周元便是先行收敛了心思 怨龙毒的事 应该还有一些时间 眼前最重要的 还是与那曹师的一场较量 那曹师 毕竟也是老牌的金带弟子 货真价实的太初近五重天 这般实力 显然比露锋 强了不是一心半点 这些人 能够混到这一步 也并不是省油的灯 不过 既然挡到了他的面前 那也只能踏过去了 但对方毕竟是 太初近五重天中的佼佼者 战斗力强横 也容不得他过于的小觑 周元微微沉思 双手忽然一合 只见得有着光芒 自其掌心升起 光团中 赫然是一卷古书 仿佛苍阳生腾 散发着一股极端炽热的气息 赫然便是周元 身为选山大典第一的奖励 下品天元术 天阳神路 周元感应着古书 许久后 方才再度睁开眼目 不愧是真正的天元术 修炼起来极为的复杂麻烦 周元皱了皱眉头 这卷天阳神路威力的确恐怖 远非小天元术可比 但修炼条件之苛刻 也是远超小天元术 想要修成这天阳神路 还需要诸多外物协助 诸如九阳经 天火岩水等等 都是相当稀罕的东西 想要凑齐怕都是 需要一些时日 于是周元略作陈吟 便是再度将其收起 眼下与曹师交手在即 显然是没时间 来参悟这天阳神路 可惜那元水席里 需要酝酿两月时间才能开启 不然的话 我倒是能够借此更进一步 周元有些惋惜地摇摇头 此番他这雪山大典第一 还有一个好处 便是那元水席里 但眼下时间未到 他也无法去领略一番 在周元沉吟间 有着细微的脚步声传来 他转过头 便是见到夭夭抱着 吞吞轻一连步而来 在他的修长玉纸间 挂着几个玉瓶 碰撞间 发出清脆的声响 你去上的早课 都能惹来一身麻烦 夭夭红唇微起 瞥了周元一眼 周元无奈地笑笑 叛道 没办法 新弟子毫无威望 想要占好处 可没人会扶我 既然有人要跳出来 让我杀鸡儆猴 那就只能收下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新弟子刚入门 必然会被老弟子 压榨一段时日 这算是某种规矩 但周元却并没有 这种时间来 适应这种规矩 而且他想要心安理得的 将那座紫园洞辅收入囊中 那就必须让的 其他所有弟子 都挑不出口舌 不然以后麻烦更多 而想要避免这些纷争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展现实力 让得那些老弟子 认清现实 所以 就算那曹师不来挑衅 恐怕周元也得找个由头 显一下威 人可是太出镜五重天 你可别被反杀了 妖妖戏谑地道 不过虽这般说着 他还是将指尖挂着的 五个玉瓶 弹向了周元 道 这是刚才沈万金送来的 周元接过玉瓶 弹开瓶盖 顿时有着浓郁的血腥之气冲出 竟是形成了五道兽影 隐隐间有着充满着 沙发气息的嘶吼声传出 赫然是五瓶元寿金雪 而且看上去等级还不低 恐怕都是达到了五瓶 不愧是内山 五瓶龙鼠元寿金雪都能搞到 周元眼中掠过一抹惊喜之色 忍不住地赞叹道 他之前嘱托了沈万金 守在内山的琳琅阁 其目的便是购买龙鼠元寿金雪 他原本以为就算能买到 也顶多一两道 结果没想到 沈万金竟然搞到手五道 有了这五道元寿金雪 他的九龙点 应该便是能够更进一步了 你野心倒是不小 小心炼化 太多元寿金雪 凶器太胜被反噬 妖妖提醒道 周元摸了摸右手掌心 笑道 再凶能凶得过怨龙毒 他摇摇头 不再多说 目光却是忽然停在了 妖妖怀中 懒洋洋的吞吞身上 于是脸庞上露出了 极为温柔的笑容 道 好吞吞 想不想试试内山的百香楼 是什么味道 原本懒洋洋的吞吞 顿时竖起了耳朵 受同炽热地望着周元 舌头都吐了出来 妖妖见状 则是美好气的妖妖头 拎着她的耳朵就丢了出去 道 不长记性的东西 迟早被人卖了 她哪能不知晓 吃完东西 就该被人放血了 周元笑眯眯地抱住吞吞 道 妖妖姐 放出消息 就说这些天 我会闭关前休 下次的早课便不去了 妖妖应了一声 便是转山去 求到店 又是轮到了沈太渊一脉 再次修行 那曹氏来到此处 一眼就见到了周元那空缺的位置 当即便是玩味的一笑 显然也已经听说了周元闭关的消息 短短几天时间 也要故弄玄虚 曹氏摇摇头 眼中流露出一丝冷笑与轻面 周元啊周元 你与那陆锋交手时 将自身底牌施展得干干净净 若你 只有这些手段的话 那恐怕就不能怪师兄你大欺小了 在其身旁 几位与其相熟的金代弟子 也是纷纷倾笑出声 看来几天后 一场好戏是要难免了 第295章 笔试 周元与曹氏的笔试 还是在圣元峰中掀起了一些波澜 不过那吕松与陆红一脉的弟子 无疑只是将此当作一场玩闹 并没有太过的关注 当然这也正常 因为就算是在沈长老一脉中 也没有几个人看好周元 即便他是所谓的选山大典第一 毕竟不论如何 曹氏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弟子 太初近五重天 其实力远胜陆丰 在很多老弟子的眼中 周元与曹氏的笔试 显然是在自讨苦吃 而也就是在诸多弟子 抱着这般心态下 五日时间眨眼急过 云雾缭绕的轻松上 一座巨大的石台处立 而此时 在石台周围 已是围满了身影 甚至连沈太渊 都是端坐在上 今日就是周元与曹氏的笔试 他自然是要来坐镇 免得到时候出现意外 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这两脉的一些弟子 也是在这里 显然都是等着看一场好戏 当然 他们想看的好戏 恐怕是周元吃扁 毕竟周元风头太盛 还是选山大典第一 但又因为是内山新弟子 资历不够 如今见到有人收拾他 其他人自然也是乐见其成 在石台一边 曹氏笑意盈盈 在其周围簇拥着不少的弟子 众星捧月般地 将其围在中央 看其模样 颇为地轻松 显然也并非太过 将今日的鄙视 当作一回事 秀 一道元气云朵 最后也是落在了石台一边 正是周元 在其身旁 夭夭也是迎风而立 风姿冷若折仙 惊艳无比 吸引了诸多目光 不断地投射而来 沈师 周元环顾一圈 也是察觉到 那些细血的目光 也没有过多理会 只是看向沈泰渊 抱了抱拳 沈泰渊冲得他点点头 神色有些复杂 他对周元的潜力 真的很看好 所以他并不太愿意 让周元这种时候 就与曹师起冲突 但他也知晓 正是因为 他太过地重视周元 反而引得 其他老弟子感到不公平 这才会针对周元 可这些蠢货 为何不想想 若是他们能争气一些 他哪需要如此地 孤置一注 今日这场较量 若是周元输了的话 之后的一段时日 必然都会掩气息骨 保持低调 如此的话 紫园洞府怕 也是无法落到他手 而失去了这些资源 周元想要追赶上 那些老牌子带弟子 无疑就更难了 心中情绪涌动 沈太渊最终暗叹一口气 对着周元点点头 又看向曹师 道 此乃门内比斗 当点到为止 曹师闻言 晒然一笑 沈师放心 毕竟是师兄弟 我会手下留情 话音落下 他身形一动 便是落在了石台中 玩味的目光投向周元 道 周元失地 若是此时认输的话 或许可免得吃苦 毕竟拳脚之间 总会不痛快 周元未曾搭理 也是落入石台 站在了曹师的对面 面色古井无波 只是两人的目光对视时 皆是有着冷光掠过 在那沈太渊下方 诸位门下的子带弟子 也是望着两人的对峙 周太师兄 咱们这位师弟前例是有 可却就是有些没规矩 只希望今日之事后 他能收敛一些 最起码也应当知晓 对师兄们要尊重礼让一些才是 张眼面带微笑 对着身旁的周太笑道 周太闻言 眉头皱了皱 他为人温和大气 虽说天赋并不算绝佳 但在沈太渊门下弟子中 也是颇有威望 他能够感受到沈太渊的那种欣喜 这让得他有些自责与惭愧 因为如果不是他这大弟子能力不足的话 想必沈氏也不会如此 所以他对周元颇有善意 因为他也真心地期望着他们一脉 能够出一个人物 不过显然并不是所有弟子 都是如他这般性情 正如这位张眼 便是不惜沈氏对周元的看重 所以此次别看警示曹师在出面 但在其背后 想来也是这位张眼在出力 而且周太也知道 这位张眼师弟 对他这个大师兄也不是很服 因为后者的天赋比他更高 虽然比他入门晚 但如今已是快要追上他 所以平日里接触 对他也没太多的恭敬 张眼师弟 周元师弟有大潜力 能够来到我们圣元峰 以及沈氏门下 也算是我们一脉的运气 如今所给予他的这些修炼资源 待得日后 定能取得更大的回报 周太说道 张眼依旧是笑眯眯的模样 只是眼眸中略过一抹吃笑 道 周太师兄此话 未免也太过地抬举了 他的确是有些潜力 我不否认 不过怕是还没资格说 算是我们一脉的运气 选山大典第一又怎样 难道就能稳尽十大圣子吗 以往又不是没见过一些 选山大典第一的弟子 其中可不少在进了内山后 顶死也就一个子带弟子 跟我们没什么区别 周太皱着眉头 道 沈氏会如此地看重他 自然是有理由的 那就拭目以待吧 张眼不知可否 双目微眯地望着 石台中的周元的身影 不紧不慢地道 希望此战过后 你还能保持这种想法 他再有潜力 也等他将潜力 真的化为实力那一天再说吧 现在嘛 我觉得 还是先老老实施一些更好 年轻人 有时候吃点苦不是坏事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沈太渊的目光扫过石台 沉声道 开始吧 哄 就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 一股惊人的元气 便是陡然间自曹氏的体内 爆发开来 元气如烟柱 直冲云霄 曹氏的元气 宛如银霜 散发着极为锋锐的气息 奔涌而过处 连虚空都是被划出了道道的痕迹 一股元气压迫 也是自其体内散发出来 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笼罩向周园 周围的诸多弟子 感应着这股压迫 都是面色微宁 曹氏以前能够坐稳金带前三席 倒也是有些能耐 这雄厚的元气 就算是太初进五重天中 都算是不弱了 周园的眼神 也是微微一宁 这曹氏身上散发出来的元气压迫 比陆锋强了不止一筹 曹氏望着周园的面色 这场比试可是你提出来的 莫非现在已没了当时的勇气 周园神色淡淡 心念一动 金色元气 自其天灵盖冲天起 宛如巨大的滑盖一般 隐隐间有着巨蟒虚影浮现 发出嘶笑之声 他盯着曹氏 眸子中渐渐有着灵力之色涌现出来 那一瞬间 周园的气势 也是宛如出窍的利剑一般 再不遮掩自身的锋芒与寒气 来吧 让我看看 老牌的金带弟子 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 当生落下那一瞬 他的身影 已是率先主动报射而去 滚滚元气 呼啸而出 师台周围 所有的目光 都是紧紧地注视而去 他们同样是想知道 身为选山大典第一的周园 究竟有没有资格 承受审视的那般重视 第296章 大餐 轰 金色元气席卷开来 只见得一道百丈元气洪流咆哮而出 仿佛是化为了一头怒猛 携带着凶悍气势 直扑曹氏而去 然而曹氏健壮 却是面寒冷笑 脚掌猛然一躲 银双般的元气 也是呼啸而出 携带着无法形容的风锐森寒 直接是与那金光 元气硬碰在了一起 两道元气碰撞在一起 顿时有着狂暴的冲击波肆虐开来 周围的地面上 被撕裂出一道道的痕迹 千疮百孔 两道元气对碰 不过显然银双般的元气 更为的雄厚 毕竟曹氏不管怎么说 都是太初近五重天 元气雄厚程度 更胜周园 那银双般的元气 纠缠了好片刻 方才将金光元气 尽数地磨面 而就在金光元气 被消磨殆尽的那一瞬 一道虚影 犹如鬼魅般地 出现在了曹氏后方 一道鼻影膨胀开来 雪白毫毛瞬间化为 万千寒光 闪电般的暴刺 向曹氏周身要害 哼 你这些手段 我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 身后寒芒笼罩而来 曹氏冷笑一声 手掌一握 只见得一根白银锁住的铁棍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铁棍之上 铭刻着诸多原文 元气灌注间 散发着寒光 白银铁棍 对着后方横扫而开 元气呼啸 犹如是一棍撕裂了空气 那万千寒光 也是被震得倒射而回 曹氏眼神冷利 得势不饶人 猛然暴射而出 元气灌注铁棍 直接是化为无数道棍影 铺天盖地地 对着周园狠狠杂去 那每一道棍影 都是声势害人 就算是太初进四重天的高手 都得退避 周园首中天元笔 也是挥舞出道道鼻影 金色元气缠绕 一间悬忙吞吐 与那无数道棍影硬汗在一起 荡 荡 火花不断地爆射 每一次清脆声音的响起 都将会有着狂暴的元气爆炸开来 石台周围 诸多目光望着纠缠在一起的两道人影 这位周园师弟 火气可真是大 竟然完全以硬碰硬 张眼笑道 只是言语间 有着一丝淡淡的讥讽 因为谁都得看出来 曹诗在元气的雄厚上面 占据着优势 这种硬碰 显然对曹诗有利 没见到周园的所有反击 都被那一道道棍影 尽数地击碎了 周太皱了皱眉 没有说什么 但嘴唇也是紧敏了起来 当 最后一道棍影与鼻影碰撞在一起 狂风肆虐开来 只见得地面军裂 而周园的身影却是微微一颤 道事而退 曹诗冷笑 丝毫不给周园喘息的机会 再度气势汹汹地扑了出去 白银棍影蕴含着开山之力 狠狠地轰向周园 周园见状 身形忽然变得虚化 犹如一道雾气一般 闪电暴退 直接是避开了曹诗的追击 曹诗追击数次 却是无法触及周园的衣角 显然如今周园的话虚数 比之前也更为的惊深了 又开始跟老鼠一样跑了 曹诗讥讽出声 玄机眼中寒芒一闪 道 不要以为修炼了话虚数 我就奈何你不得 你可别太小瞧了 内山的金带弟子 小天元朔 空一朔 当其声落的那一瞬间 曹诗的脚下 忽有一道荧光延伸而出 而他一脚踏了上去 刷 就在曹诗脚掌落下的瞬间 他的身影便是犹如穿透了空间一般 竟直接是出现在了周园的后方 手中铁棍携带着百丈元气 狠狠地焊下 小天元朔 开山棍 在曹诗的抱贺间 铁棍浩荡呼啸 无可阻挡 那一棍之下 就连不少的金带弟子 都是面色凝重 不敢轻视 头顶呼啸而下的惊人近风 也是让得周园眼神一宁 曹诗的能耐 的确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周园双目微眯 有着冷冽之色爆发出来 他的手掌猛然紧握天元笔 身体表面有着玄芒铃涌现而出 体内的力量陡然大涨 天元笔 万经文 周园心头一声低含 手持天元笔猛然挥出 金光元气璀璨爆发 隐隐间 仿佛是有着一道细微的金银之声响起 那一笔落下 空气尽数的爆炸开来 甚至连地面 都是无法承受那种力量 瞬间崩塌 周园震一笔之力 也是引得一些弟子微微动容 当 棍笔再度硬汗 巨声响彻开来 哄 狂暴的元气冲击波横扫开来 让得诸多弟子都是身形不稳 还是沈太渊绣袍一挥 便是将那散出石台的冲击波 尽数地平复下来 而此时众多弟子 方才急忙看向场中 只见得那巨大的石台中央 竟是崩裂出了一道裂缝 犹如是要将石台一分为二 而在裂缝的两边 周园与曹诗都是倒舍而退 天元比比肩在地面上 划出痕迹与火花 周园脚掌一跺 将身形稳了下来 神色冷淡地望向对面 只见得那里 曹诗面色也是有些阴沉地看来 先前周园突然间爆发出来的反击 倒是有点出乎他意料的凶悍 竟然直接将他 势在必得的强势一击给抵御了下来 难怪这么自信 倒是有点能耐 曹诗冷笑道 周园面色没什么波动 只是盯着曹诗 缓缓地道 你的底细 倒也没多深 曹诗眼神一寒 嘴角有些机窍掀起来 感情你刚刚是在摸我的底 此言一出 石台周围的诸多弟子 眼神也是有点怪异 只当都这个时候了 这个周园还在嘴硬 先前的交锋 显然是曹诗占尽了优势 不过对于这些目光 周园依旧未曾理会 他缓缓地松开了天元笔 神色淡淡 道 既然如此 那倒也是够了 装神弄鬼 若是石像 早早认输 再出手时 我可保表轻重了 曹诗不屑地道 他的话 没有引来周园的回答 只见得此时的后者 双手缓缓地合拢 而其体内的元气 也是在此时 忽然掀起了剧烈恐怖的波动 哄 在其天灵盖处 雄魂的元气冲天而起 竟是有着受吼声传出 隐隐有着凶煞之气弥漫 四道元气光柱 盘旋在周园头顶 每一道都约莫百丈 元气之中 隐隐有着兽影成形 散发着凶威 九龙点 曹诗见状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冷笑 他调查过周园的手段 自然知晓 他就是依靠此打败的陆锋 你以为我是陆锋 凭你这四龙层次的九龙点 就想败我 曹诗寒声笑道 周园双目微眯 忽得深吸一口气 眼中掠过一抹狠色 在其气腐之内 那一颗颗闪烁着光芒的元气星辰 忽然剧烈地震动起来 其中所储存的元气 直接是在此时 被周园毫无保留的 尽数压榨而出 轰轰 顿时间 磅礴的元气 犹如洪流一般 流淌在了周园体内的经脉中 而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周园天灵盖处 再度有着 一道巨大的元气光柱 冲天而起 然后一分为四 惊天般的咆哮声 轰然响彻 九龙点 八龙 好 四道更为巨大的元气光柱 盘旋咆哮 凶煞之气弥漫开来 令得天空 都是变得暗红起来 此时此刻 十台周围 诸多弟子 猛地围之色变 他们眼神震动地望着 那盘旋在周园头顶上方的 八道兽型元气 面旁上都是有着金色掠过 显然是 察觉到了八道元气的威能 曹师面旁上的击翘笑容 也是在此时缓缓地凝固下来 他的眼中 有着难以置信涌现出来 奸声道 八龙 你的九龙点 竟然修到了八龙 他感到极为的震惊 要知道 半个月前 周园与陆峰对战时 九龙点才刚刚到四龙层次 可怎么眼下 却是直接达到了八龙 八龙层次 可以算是九龙点大成 那等威力 远非四龙可比 要知道 就算是内山的弟子中 能够将九龙点修炼到八龙层次的 都是极为的稀少 只是他却不知 周园原本是为他准备的九龙 只是修炼到八龙层失败了 那是因为其体内的元气 不足以支撑形成 第九道兽影元气 周园却是懒得与其多说废话 在摸清了曹师的底细后 他已是懒得再与其纠缠下去 他这一道底牌杀招 本就是这些天 闭关为曹师所准备 所以 他只是冷漠地盯着曹师 心念一动 好 八道兽影元气仰天咆哮 凶煞之气爆发而开 下一瞬间 猛然暴食而出 带着巨大的阴影 当头便是对着面色大变的曹师笼罩而下 试试 我为你准备的大餐吧 第297章 震慑全场 好 八道元寿元气咆哮肆虐而出 凶煞之气涌动 天色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昏暗起来 腥风大作 声势骇人 谁都没想到 周园竟然在这一瞬间 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杀招 同样也没人想到 周园竟然将九龙点修到了这一地步 在那石台边 张眼脸庞上的神情也是微微凝致 场中的变化出乎了的他意料 周园的反扑 凌厉地让人心惊 也是不知 面对着这种反扑 曹师能不能抗得下来 石台周围 一道道目光都是紧张地望着场内 而曹师的面庞 也是在此时变得极为的凝重 他能够感受到 那八道咆哮而来的元寿元气的凶悍 那骨压迫 令得他都是头皮有些发麻 不过他也知晓 这个时候退不得 当即眼中也是有着凶光掠过 巴龙又如何 我就不信 你这太出镜而重天 能将其未能发挥出来 曹师咬牙道 我看你不过只是装神弄鬼 外墙中干吧 声音落下 他双掌也是猛然对碰在一起 体内的元气 同样是在此时毫无保留的 竞数地运转起来 哄 银霜般的元气 自其天灵盖席卷而出 犹如一条银色大龙 在其头顶上空盘踞 元气旋转间 竟是形成了银色的光轮 光轮缓缓地转动 下一瞬间 忽有万千剑银声自其中传出 然后诸多弟子 便是见到无数道银色剑影 铺天盖地的 自那光轮中呼啸而出 上品小天元朔 海剑哥 无数银色剑影爆射 宛如剑海一般 连绵不断 剑银声汇聚在一起 响彻于天地间 风锐之气 犹如要将虚空洞穿 见到曹师这般反击 诸多弟子也是微微变色 面线凝重 曹师师兄倾尽全力了 竟然连海剑哥都施展了出来 这可是 他手中最厉害的杀招了 众弟子目光紧紧地望着场中 显然 周元的反击 让曹师也是察觉到了危机 所以再不敢留守 直接催动了杀招 眼下 就看这两人的杀招 谁更狠了 翁翁 而在那无数道 灼灼目光的注视下 剑海呼啸而过 最后中士 与那八道凶煞之气 惊人的元兽元气 轰撞到了一起 轰轰 狂暴的元气肆虐开来 石台都是被撕裂出一道道裂痕 第一道元兽元气 仅仅支持了石树溪 便是被那无数剑海所撕裂 但第二道元气紧随而至 很快也被剑海所破 短短不过数石溪 一道道看似凶悍的元兽 元气不断地破碎 这一幕 也是让得诸多弟子一正 有些惊恶 显然没想到 那看似强横的元兽元气 竟会如此地不堪一击 怎会如此 连周太都忍不住地出声 这九龙点与海剑哥 都是上瓶小天元术 应该不至于被破得如此之快吧 张言紧绷的面旁松缓下来 笑道 看来周元师弟是元气不济啊 毕竟只是太初进而重天 众多弟子连连摇头 还以为周元的反扑有多厉害 原来只是在装样子 石台周围 唯有着夭夭撬脸平淡 没有什么波澜 当然 那最高处的沈太渊 也是目光微闪了一下 若有所思 周元师弟 这就是你的能耐吗 曹师也是在此时大笑出声 先前的紧张尽数的消退 机巧道 九龙点在你手中 可是要变成九重点了 他也只当周元师元气不足 强行施展九龙点 这才导致元气分散 八道元寿元气 都是外强中竿 一触急破 然而 面对着他的嘲讽 周元却是毫无所动 心面一动 所剩下的几道元寿元气 依旧是气势汹汹的冲出 哄 哄 不过结果依旧相同 一道道元寿元气 被剑海所撕裂 眨眼间 七道元寿元气净数的破碎 唯有最后一道 盘踞虚空 一次性解决掉 周元师弟 往后的日子 你还是先老老实实一些吧 曹师一声长笑 只见得那浩荡的剑气海洋 便是席卷而出 直接对着那最后一道 元寿元气绞杀而去 只要将这最后一道 元寿元气绞碎 周元的攻势 自然就被破解 这场战斗 便是分了胜负 嗡 剑海呼啸 直奔那最后一道元寿元气 而那第八道元寿元气 盘踞虚空 在那其中 隐隐可见一道 蟒蛇般的虚影 而此时 那道虚影 仿佛在微微地颤抖着 一对紧闭的蛇童 也是在此时缓缓地睁开 哄 就在那蛇童睁开的瞬间 一股狂暴凶杀的元气 猛然爆发开来 哄哄 那原本约莫百丈左右的 元寿元气 竟是在此时猛然地膨胀开来 约莫五百多丈 那种元气强横程度 比之前的七道元气加起来 还要更强 什么 那种元气强横程度 也是瞬间引得诸多弟子振动不已 满脸的惊异不定 他们不明白 为何这最后一道元寿元气 竟会强到这种地步 张眼神色也是微变 微微思索 便是明了 当即心头一震 眼神变幻地道 这个周元 好生狡诈 先前那七道元寿元气 之所以会那么弱 并非是周元元气不济 而是因为 它将元气净数地汇聚到了 第八道元寿元气上 而曹氏费了大力气 想要一股作气的攻势 耗费了不少的元气 但所取得的效果 却只是打碎了 几道幌子一般的元寿元气 周元真正的杀招 是藏在第八道 好 在那诸多惊呼声中 只见得那第八道元寿元气 猛的咆哮下 竟是张开了锯嘴 犹如遮天蔽日 一口就对着那席卷而来的 剑海吞了下去 呼呼 一口之下 剑海瞬间被吞没 而那些进入 元寿元气体内的银色剑影 则是在第一时间 被那充满着凶杀的元气 毁得干干净净 所有人都是呆了下来 包括那曹师 怎么可能 他这道元气 怎会如此之强 曹师面色惨白 先前还以为胜券在握 结果没想到 转眼间 结局就出现了逆转 将他从天堂打落 石台周围 一片寂静 诸多弟子面面相去 他们也没想到 转眼间 局面就出现了如此变化 张眼 也是面色变幻不定 眉头紧皱着 原本他也是以为 曹师应该赢定了 周围面无表情地望着曹师 袖袍一挥 只见得那一道元寿元气 猛然咆哮下 滔滔凶煞之气 直扑曹师 将其 害得急急后退 我 我输了 凶煞之气扑面而来 令得曹师心头凛然 特别是瞧得周围那冷冽的眼神时 他心头一颤 不敢怠慢 急声道 不然若是被那元寿元气扑中 他必然会被重创 碰 随着他生落的瞬间 那距离他不过数丈距离的元寿元气 忽然爆碎开来 但那狂暴的进风 依旧是将曹师镇的狼狈 后退了数十步 呼 周围神色淡漠地 看了面色惊慌的曹师一眼 也是长长地吐出一团白气 他周身元气渐渐地收敛 因因有些稀薄之意 显然 先前施展九龙点八龙 也是耗尽了他体内的元气 这一点 众人也是看得出来 但这一次 却无人再敢多说什么 周围先前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得他们都是极为的心惊 毕竟周围现在才只是太初进而重天 可却连五重天的曹师 都是在他手中吃了大亏 此等战力 简直令人感到恐怖 而且 现在的周围 显然比选山大典时更强了 这种进步 让人不得不心惊 承让了 周围神色平静地抱拳 曹师面色清白交替 难看到极点 这个结局 他同样没想到 时代周围 不论是沈师一脉 还是前来看热闹的另外两脉的弟子 都是眼神惊异地盯着周围 眼中没了之前的沈师 倒是多了一些忌惮之色 以往诸多的老弟子 对于周围那所谓的 选山大典第一 倒是没多看重 毕竟不管怎么说 周围也只是心如内山 一切还是得靠实力说话 然而现在 周围无疑是向他们证明了 在那一片安静中 沈太渊抚须 古板的苍老面 庞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周围能够取胜 同样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原本也是当周围 只是鲁莽 年少受不得机 但眼下来看 显然是他小缺了周围 他轻笑一声 目光扫尸开来 望着诸多门下弟子 此战周围已胜 按照之前的约定 一月后的动势 他将会成为第三位出阵者 你等 可还有意义 诸多弟子文言 都是摇头 沈太渊见状 这才点点头 看向周围 道 既然如此 你便是那第三位出阵者 一月后 代替我们一脉 争夺紫园洞府 是 周围报全应道 在那十台外围 沈万经等一众新入门的弟子 皆是兴奋地欢呼出声 周围此战 无疑也是让得 他们这些新弟子 颜面有光 张眼望着这一幕 也是嘴角抽动了一下 他知晓 经此一战 周围也算是在内山站稳了跟脚 以后想要 再以资历什么来压他 怕就是无法引起 太多弟子响应了 毕竟 周围此战展现出来的实力 足以振服众人了 他看了一眼 面色惨白的曹尸 最终只能暗骂一声 没用的东西 原本还想让这曹尸出面 将周围的锋芒打压下去 也好让那沈氏 对他的重视减少一些 但眼下来看 显然一切都被曹尸给毁了 这周围 终归还是站稳了脚跟 第298章 动静 周围与曹尸的鄙视结果 很快便是在圣元风中传开 而无疑又是引起了一片震动 对于这场鄙视 很多人都是将其视为一场 由周围引起的闹剧 毕竟周围即便是选山大典第一 但那毕竟只是在诸多外山弟子中 而曹尸怎么说 都是老牌的经代弟子 太出镜五重天中的好手 这双方的实力 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 故而对于这场比试 很多人都是一笑置之 但谁能想到 最后的结果 竟然会是这样 什么 周围赢了曹尸 当吕燕得知这个消息时 他正与吕松长老一起 当即翘脸上便是有着 不可思议涌现出来 连声道 怎么可能 你莫不是看错了吧 前来的弟子闻言 则是苦笑道 现在消息可都传开了 那么多人亲眼看见呢 周围的确赢了曹尸 吕燕翘脸 有些火辣辣的 毕竟他之前可是认为 周围必输无疑 而这个结果 可着实是有些打脸了 呵呵 看来你也小瞧了那个周围 吕松长老笑眯眯的道 吕燕营牙轻咬了咬 横道 谁知道 这是不是他们沈麦在演戏 说不定是沈长老 强行要让曹师输给周围呢 他还是感到难以置信 那个周围 不过只是太初进二重天吧 即便他在选山大典中 胜了四重天的陆锋 可就算是陆锋 比起曹师 也是差了一大截 吕松长老摇了摇头 道 沈老头的脾性 我还是知晓的 古板顽固 就算是再看好周围 也不会用这种办法 去帮他的 那名前来通报的弟子也是道 似乎是那个周围 将九龙点 修炼到了八龙的层次 哦 吕松长老正 浇灌着一盆元才 文言顿了顿 有些惊讶的道 这个小家伙 倒是有些能耐啊 就算是内山弟子中 都很少有人 能够将九龙点修到这一步 他之前与陆锋交手时 也才只是四龙而已 之前我就听闻 这个周围在园树上面 天赋物性极高 没想到还真是非同凡响 他感叹道 吕燕见到吕松不断夸周围 小嘴一撅 道 你这么看好他 那为何不将他收入门下 吕松长老叹道 如今陆红来势汹汹 我是没那个兴起和他斗了 也就沈老头太决 不愿服输 既然如此 我何必与他相争这个周围 也就当给他一个念想吧 万一到时候 这周围真是一个天纵奇才 阻扰下了陆红一脉 对我们而言 也算是一件好事 不然以后实在有些抬不起头 吕燕眼珠子转了转 道 那周围胜了曹师 那一个月后的动势 他就会是出阵者之一 爷爷 你觉得谁会夺到紫园洞府 吕松笑了笑 道 那个周围的确天赋不弱 但他毕竟才入内山 此次能够打败曹师 已是清尽全力 若是我所料不错的话 那九龙点八龙一出 恐怕他也没多少元气 继续作战了 一旁的弟子文言 立即道 吕师料事如神 那个周围师斩出此招后 的确元气消耗过大 我想 如果曹师咬牙 扛了下来的话 恐怕输的就是他了 吕松点点头 道 毕竟他还只是太初进二重天 敌运稍显不足 所以就算是他换下了曹师 对于沈长老一脉 依旧没有太大的帮助 据说陆红那边 此次动势派出了魏幽玄 冯宇 成英 这三人都是其门下 金代弟子中的佼佼者 实力强横 特别是魏幽玄 颇有些深藏不露 所以此次动势 就算突然冒出了一个周围 但陆红一脉 恐怕依旧胜算更大 这种局面 一个周围 于事无补 听完吕松所说 吕延芳才满意的点点头 吕松健壮 不由一笑 人家又没招惹你 你为何总见不得别人好 吕延一致 玄机饱满的苏兄一挺 理直气壮地道 谁让他是选山大典第一 吕松无奈地摇摇头 他如何不知晓 自家孙女极为地推崇 如今十大圣子之首的楚清 而楚清正巧 也曾是选山大典第一 在吕延的心里 显然任何其他的选山大典第一 都不可能和楚清相比 所以 他为了证明自己所想没错 自然也就对周围 会是那种心态 未来的是谁也说不准 说不定真有一日 能够追赶上楚清 吕松瞥了吕延一眼 道 他倒是不乐意 自家孙女对楚清毫无理智地推崇 所以 其实对楚清也是有几分看法 不过吕延一听 却是不屑地道 想要追赶楚清师兄的天才 不知道有多少 他周围怕是难以忘其向背 爷爷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且 现在的他 还是先想想 怎么过一个月后的动势吧 别到时候 辛辛苦苦抢了一个名额 却上去丢了一通人 那动势 可不是今天这种门内比试 若是输了 恐怕整个苍玄宗都会知晓 那脸可就丢大了 至于追赶楚清师兄 吕延悄悄地移步到门口 然后冲着吕松做了一个鬼脸 瞬间溜走 漫妙地倩影远去 有着声音远远传来 爷爷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吕松健壮 气得吹了吹胡子 没规矩的丫头 比试的结果 最终也传到了陆红一脉 一座石亭中 魏幽玄针着茶水 在其身旁 正是那冯宇 成英 以及一些陆红一脉的弟子 这审偿老一脉 也真是越来越不堪了 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都能将老牌金带弟子打败 这曹师也忒无能了一些 成英玩味地道 那周园能胜过曹师 怕是有点能耐 冯宇要谨慎一些 缓缓地道 成英嗤笑一声 道 什么能耐 那交手过程我已是知晓 无非便是破釜沉舟 拼命一搏罢了 那周园在园书上面有些天赋 此次闭关 将那九龙点修到了八龙层次 这才显显地击败了曹师 不过此术用出 那周园元气也是耗尽 无法再战 说起来 他也就这一板斧而已 冯宇文言也是微微点头 道 若是如此的话 那就不足为惧了 只要将此招挡下来 那周园自然也就没啥作用了 他目光一转 看向自真自引的魏幽玄 笑道 魏师兄怎么看 魏幽玄把玩着玉杯 露出微笑 道 不管他们那一脉在玩什么 这场动事 他们都没什么机会了 因为那座紫园洞斧 我早便看上了 他言语虽轻 但却有着不可动摇般的味道 仿佛一言之下 已是决定了那座紫园洞斧的归属 然而 对于他这种话 冯宇与成英 竟都是没有反驳 反而是露出了 幸灾乐祸般的笑容 看来魏师兄要认真了 也罢 魏师兄拿了这座紫园洞斧 就赶紧升上去吧 这惊待弟子第一席 我们可是垂涎很久了 两人端起玉杯 笑道 我们就先在这里 诸位师兄得偿所愿了 魏玄幽微笑地与他们的碰了一杯 然后抬起头 微眯着双目看向远处 曹龙 潘松 周元 他摇摇头 但笑一声 三个废物而已 第299章 洗礼来临 距离周元与曹师的比试 很快就过去了数日 而此战造成的余波 也是在渐渐地消退 在经历了最开始的震动后 诸多弟子也就开始接受了这个结果 毕竟这场比试 只算是审卖内部的竞争 与其他两脉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当然 最重要的是 看过周元与曹师比试的弟子 都知晓 周元虽说胜了曹师 但也因为自身元气不足 导致胜得颇为的惊险 所以严格说起来 两人的实力倒也是在伯仲间 因此 对于周元取代曹师 成为了第三位动势出阵者 陆红一脉的弟子 根本就没有太过的在意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不论是曹师上还是周元上 最终的结果都没什么区别 这场动势 陆红一脉 显然并没有太将审卖放在眼中 即便如今冒出来一个周元 顶替了曹师 但在他们眼中 这无非就是换一个人上来丢脸罢了 所以对于周元的关注 在持续了数天后 便是直接散去 懒得再理会 因为他们知晓 周元的这点光环 等到了动势的时候 自然会被打回原形 又是一日求到店的早客 周元端坐于蒲团上 双目微闭 借助太初炎与太古仆 神魂进入太初天中 搬运着太初气 大殿内 偶尔有着弟子的目光看来 不过如今对于周元坐稳 经代弟子第三席 却是无人再有意义 即便是在其身旁的曹师 这些天都是掩其息骨 不敢再随意地挑衅 显然 周元与曹师的一战 还是立微成功了 大殿内的安静持续了许久 直到众人皆是修炼完毕 方才渐渐地有着滴滴的声音 开始传开 最高处 沈太元的目光也是投射下来 他的目光扫过铜龙 潘松以及周元三人 缓缓地道 距离洞视 上还有二十来天 大殿内的目光 顿时都是汇聚 向了周元三人 此番洞视 你们可有把握 听到沈太元此话 那曹龙与潘松 面色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毕竟他们也知晓 陆红一脉出阵的三人 可都不简单 特别是那个魏幽玄 颇有些手段 这未曾交手 谁能知晓 把握有多少 沈师 我等定会 尽全力迎战 曹龙最终说道 只是谁都能够听出 他言语间的不确定 沈太元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太满意 但他也知晓 曹龙 潘松所承受的压力 毕竟陆红一脉的弟子 本就质量胜于他们一脉 更多的弟子暗中摇头低探 其实心中 也对自己这方不是很看好 对于周元 倒是没太多人在意 虽然他赢了曹师 但曹师的实力 要烧训曹龙 潘松一线 既然连他们两人都只能如此说 想必周元也只能跟着混混 不过对此众人 倒是没什么嘲讽的想法 因为 就算是换了曹师 也是一样 你们三人最近修炼 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 都可以直接找我 沈太元说道 这个时候 也只能给予三人最大的便利 看能否让他们实力提升一步 曹龙与潘松 则是神色威喜 连忙攻声应道 周元闻言 倒是想了想 试探的道 沈师 我近来倒是想要尝试 修炼长教所赐的天阳神路 只是所需要的一些元才 始终未曾到手 修炼天阳神路 需要三种元才 九阳经 天火盐水 金无心 这都是颇为罕见 他在琳琅阁中找了许久 都没有结果 如今沈太元如此说 他立即就打蛇上棍 毫不客气了 而他这话一落 沈太元还没说话 其坐下的张眼便是淡笑道 周元师弟 未免也太好高无远了一些 天阳神路乃是夏品天元术 莫说是金代弟子 就算是紫代弟子 能够修成的都是少数 依我看 还不如将心思放在 如何加深自身元气上 毕竟 动视所遇见的对手 可不简单 到时候 若是对方接下了你的九龙点八龙 恐怕你就再无还手之力了 大殿内其他的弟子 也是窃窃私语 有些赞同张眼的话 毕竟他们都很清楚 天元术修炼是何等的苛刻 此时 周元连施展九龙点八龙 都有些元气不济 就算是修成了天阳神路 恐怕也是无法施展吧 这让他们略微有些怀疑 周元是不是趁机想要捞好处 当然 更多的人则是心头有些极度般的心态 天元术 即便只是一卷下品天元术 就算是一些子带弟子 都不见得能够拥有 周元看了那张眼一眼 却并没有理会他 只是看向沈泰渊 天阳神路吗 沈泰渊也是威正 他对于此书倒是听过 所以也知晓需要的元才 当即抚恤道 你倒是为找机会 那三种元才 就算是我也要头疼一下 他看着周元道 你确定有把握 修炼天阳神路 周元平静地道 我会尽力一试 那张眼闻言 玩味地一笑 就又要开口 不过沈泰渊却是挥了挥手 目光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 道 既然如此 那我自然会全力支持你 这些元才 我会为你去凑齐 张眼嘴角抽了抽 他也没想到 沈泰渊竟然连周元的 这种要求都能答应 寻常弟子 就算是他们这些子带弟子 有时候都没这种待遇 心头有些憋闷的张眼 只能斜看了周元一眼 皮笑若不笑地道 周元师弟 沈氏如此看重你 你可莫要辜负了 希望动视的时候 能够见到你将修成的天元术 展现出来 给我们众师兄弟开开眼 不要光拿了资源 却是毫无作为 一些亲近张眼的弟子 暗中窃笑 张眼显然是故意将周元抬起来 到时候动视时 周元万一拿不出什么来 恐怕就会让其他弟子觉得 他只是在趁机要好处 如此作为 自然会降低他的声望 张眼师兄放心 我自会竭尽全力 周元不嫌不淡地道 瞧得周元这副油盐不尽的模样 张眼也只能暗自冷哼一声 不再多说 沈泰渊看着周元 忽然一抬手 又是两道光芒落下 周元接过 竟是两枚令牌 令牌上面 似乎是雕刻着一头巨龙盘踞 在巨龙身上 有着绵延的山岳 洞府 这是 周元疑惑 这就是你选山大典的奖励 圆水洗礼的名额 沈泰渊道 哦 圆水洗礼开始了 周元闻言 顿时大喜 他对此 也是期盼许久了 沈泰渊点点头 道 明日就会正式开始 第二枚令牌 是给周小妖的 乃是白眉风主所赐 所以 他明日若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去 说起妖妖 沈泰渊也是有些牙疼 因为来到圣元丰这些天 妖妖竟然一次早课 都没来上过 所以他连人都没见过一次 周元暗暗感叹 白眉风主对妖妖 可真是看重了 圆水洗礼 唯有各封子带弟子 方才有资格享受 两月一次 也算是盛事 明日 你可随周太一同前往 沈泰渊说道 周元看向周太 后者对着他 露出和煦的笑容 于是他 也是点点头 沈泰渊再度吩咐了几句 便是挥手 让得众弟子散去 周元握着手中的令牌 眼中则是有着好奇 与期盼之色涌出来 对于纳元水洗礼 他可是期盼许久了 如今总算是等到了 之前与曹氏的一战 也是让得他感觉到 自身的元气修为略有不足 所以这一次 他对于这文明沧玄中的 元水洗礼 抱有很大的期待 他收起两枚令牌 难难自语 希望这元水洗礼 不会让我失望吧 第三百章 元龙脉 一日 当周元带着妖妖 赶到集合地点时 只见得周太 张妍等数位子带弟子 都已等待在此 对于周元 除了周太外 其他数位子带弟子 倒是神色平淡 略微显得有点超然 毕竟身为子带弟子 他们的地位 也的确远超周元 这种经代弟子 不过虽然对周元 很平淡 但当他们的目光 见到妖妖时 眼神显然都是微热了一些 然后便是若有若无地 整理了一下自身仪态 露出自以为帅气的 温和笑容 自从妖妖当日 在选脉时落过面后 她的名气 就已经传遍了圣元峰 而那圣元峰 第一美人的头衔 也是直接灌在了她的头上 毕竟论起容颜气质 妖妖的确是属于 那种风华绝代 就算是吕嫣娜等俏美姿色 站在妖妖面前 都是显得极为的暗淡 因此妖妖的到来 直接是引得 圣元峰诸多男性弟子 蠢蠢欲动 只不过让得他们心碎的是 自从来到圣元峰后 妖妖便是住进了 周元所在的洞府 身居简出 平日里连面都见不到 这让得很多 怀着心思的男性弟子 都痛心疾首 所以此时 当这些子带弟子 在这里见到妖妖现身时 顿时一个个眼神 都是变得热烈了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知晓 周元会和妖妖一起出现 他们才不会在这里等待半天 而今日的妖妖 一身玄清色的衣裙 妖枝纤细如柳 青丝被随意地竖着 垂直腰间 随着清风微微摆动 那纤细的身姿 玲珑有致 让人忍不住地打量 论起容颜气质 妖妖的确是属于那种祸水级别 周元这些年 也算是见过不少美人 但若是论容颜的话 却极少见到 能够与妖妖相媲美的 她的美 就犹如是那种 中天地灵气而生一般 让人寻不出丝毫的瑕疵 甚至足以迷失在 那等完美容颜之间 周元有时候在想 如果妖妖 也如左丘青与那般娇媚诱惑的话 恐怕这个世间 没多少男人能抵挡的了 妖妖婷玉立于周元身旁 只是面对着那些 子带弟子的温和帅气的笑容 她那白皙如雪般的绝美脸颊上 却并没有任何的表情 空灵清澈的眸子 连半点波动都没泛起 抱着吞吞 轻轻淡淡地望着那云卷云书 是众人鱼无物一般 周太冲着周元笑了笑 道 既然来了 那就准备动身吧 周元笑着点点头 周太袖袍一挥 元气涌开 直接是形成了一道元气云朵 然后在这众人 便是腾空而起 对着远处飞掠而去 在他们掠出圣元峰时 能够见到另外两座山头上 也是有着两道元气云朵升空 在那上面 正是另外两脉的子带弟子 在那吕松一脉 无疑是吕燕带头 这个女孩 也是颇为的吸人眼目 身材火爆 虽然比不得夭夭 但也算是娇俏动人了 她的目光 最先落在夭夭身上 然后便是有点受打击地 转移而开 发泄般地狠狠寡了周元一眼 暗哼一声 直接加速离去 而陆红一脉 则是由那位元红带头 他们这一脉的子带弟子 数量最多 人多势众 气势也是不弱 所以目光投射而来时 都是有些肆无忌惮 一些弟子目光不断地 对着夭夭投去 周太恼怒地看了他们一眼 但也不想与他们起冲突 脚掌一跺 元气云朵便是加速而起 迅速地摆脱了他们 天地广阔 一座座飓直入云霄 而在天空中 时不时地能够见到 一道道元气云朵飘略 各种各样的飞行 亲临于天地间 而有时候 还能见到一对对黑衣弟子 城镇形般地掠过高空 那些是苍玄宗内的执法弟子 整个天地 都是显得充满着人气 周元师弟 元水溪里每两个月开启 而每次将会持续十日的时间 你到时候注意一下时间即可 在赶路的时候 周太对着周元提醒道 周太师兄 这元水溪里究竟是什么 周元则是好奇地问道 周太闻言 却并未回答 只是道 待会到了目的地 就能知晓了 周元闻言 也就只好点点头 一炷香后 脚下的元气云朵速度 开始减缓下来 周元有所察觉地 抬起头望向前方 然后心头便是忍不住的一阵 只见得在那前方的天地间 有着巍峨飓风 如晴天巨柱处立 犹如连接天地之间 而在那一座座山脉间 有着宛如汪洋般的河水奔腾而过 而从高空看去 更是如玉龙环绕 不见头 不见底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 冲天起 隐隐间 犹如是有着龙银声 回荡天地 周元他们落在了一座山头上 身处这被一座座 巍峨巨山分开的汪洋前 他们犹如蚂蚁一般的渺小 这里的天地元气 好精纯 周元忽然间发现 这里天地间的元气 竟是极端的精纯 甚至比在 它那晶圆洞斧中 还要胜过 整个天地间 都是有着雾气萦绕 朦朦胧胧 那些雾气 乃是元气极为精纯石方 才能够锁化而出 是因为这里的河水 周元望着那自飓风中 蜿蜒而过的大河 眼神一凝 因为他见到 不断地有着雾气 自河中升腾而起 融入天地间 但望着那晚 如玉龙般的河流 周元却是感觉到 一种奇特的压迫感 令得他不由得 有些心生畏惧 似乎眼前的河流 都并不简单 这里就是元水洗礼的地方 周太冲着周元一笑 他指着前方 如汪洋般的河流 此时的天地间 正源源不断地 有着一道道元气云朵 从天而降 落在四周的一座座山头上 周元是地 这些河流并不是普通的河流 而是我们苍玄宗的 元龙脉所化 元龙脉 周元一正 王朝之间 有所谓的龙脉一说 被龙脉者得天下 其实龙脉也是一种 天地元气凝聚所化 而我们苍玄宗 同样占据着一条龙脉 被称为元龙脉 以为龙脉之源 我们苍玄宗的天地元气 会如此之雄厚 建立出一座座的元山 供我们修行 最主要的原因 便是因为我们苍玄宗之下 镇压着一条龙脉之源 源源不断地诞生着天地元气 这道龙脉之源 是我们苍玄宗的根本 周元心头剧阵 有些震撼地望着眼前的 玉龙河流 怪不得它会感到一种 莫名的压迫感 原来 这些河流 竟是苍玄宗的元龙脉 所化而成 真的是好大的手笔 它喃喃到 玄机双目变得灼热起来 这下子 我对那圆水洗礼 倒是越来越期待了